真正求負責工程,10屋層愛上時停滅脫 如果500呎你都買不起,你差不多注定這輩子都要睡街了 但自閉買得起500呎,如果是這庭剝皮樓的話,那就真的寧願睡街好過呢? 這道樓高18層的大廈,位於遼寧瀋陽一個屋苑,入伙才一年 25日早7點多,讓居民經過,剛好見大樓16樓以下的外牆常快剝掉 連內層的防火保溫板都掉得七七八八 屋苑有50多座,裡面有10多間幼稚園,很多小朋友出入 令居民都很擔心樓宇的安全 開發商說會在第二天發表調查結果,但現在一句都沒有回應過 難道買得起樓都要這樣的下場? 你差不多注定這輩子都要睡街了 5號超7點多,楊居民經過,剛好見大樓16樓以下的外牆常快剝掉 連內層的防火保溫板都掉得七七八八 如果500呎你都買不起,你差不多注定這輩子都要睡街了 但自閉買得起500呎,如果是這庭剝皮樓的話,那就真的寧願睡街好過呢? 這道樓高18層的大廈,位於遼寧瀋陽一個屋苑 入伙才一年,二十七八八 屋苑有五十多座,裡面有十多間幼稚園,很多小朋友出入 令居民真正有負責工程,16層愛上市民撕掉 屋下來了 屋下來了